双方在于这样一个休息期间 总感觉老王在比赛之前都在冥想 有种感觉 气顶神弦的感觉 比出这个手势难道是什么独特的含义 没错 给自己聚气 我现在都记得老王在上一周比赛当中 哪吒对上老帅不知火舞 那个原地360度螺旋蛇皮走位 我的天哪 各种滑溜 好 这是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这局蓝四方是JCL红四方是威放 看这局怎么针对先搬先选 大家都说马可波罗像滑板 其实我觉得哪吒才是正义滑板线 长底下有两个轮的 而且二级还得翻到对面的一个身后 这是比较可怕的一个位移 花式的地方 不过确实他们能把哪吒玩出了蛇头 我觉得威放这边其实有可能会搬哪吒 而且搬掉达摩那个几率其实也是 因为老王的这个达摩很强的 我觉得诸葛亮是不是会考虑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JCL这边的一个 英雄青塘其实属于一个主说的 他们的达摩用了五场胜率百分之百 赵云用了三场胜率百分之百 杨减的话六场胜率是百分之百 杨减的话六场胜率是百分之百 这个是一个有多的胜 而达摩的一个联赛胜率是百分之六十 很可怕 那同样的话威放这边的一个组合也很有意思 也很喜欢达摩 是 但他们达摩一般配到牛魔 他们的达摩用了六场 百分之六十七的胜率 就是三分之二的胜率 连了四场 是 反正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JCL这边手搬掉了 关羽 而威放的一边的话是把赵云搬掉 也就是把VOL的赵云给搬了 没错 威放的话 看马可波罗拿不拿 他马可波罗凶的最多的 用了八手 剩下63% 六成数头 从数据方面来说 其实每一边的一个射手位 包括像马可波罗 比方像像达摩机 都有一些相似 但是双方对马可波罗会有争备 对 因为JCL这边有下场马可波罗 是 但是JCL自己把马可波罗给搬了 这就有意思了 某位方会不会又 似乎闻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我再搬一个鱼机 我感觉JCL今天可能要不走寻常路 这边一上来的话 如果马可波罗没的话 鬼迷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上单位 你现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我先有说过 是 阿威方吧 先有马可波罗给搬了 就成了 对吧 不要想太多 鬼迷竞想会不会拿个后一拳 最近好像每个射手位玩家 多点会 果然半鱼机 我就是我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你跟我不走寻常路 我就把你往梁山上逼 我真的这张破组 可以 好的话在于JCL的最后一班会给到谁 是今天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威方已经是来到了四连服 没错 四连服的话也是他们要急于打开局面 双方的中单这个对比之后 我们才看到双方教练 长刀有点下 发型有点下 但是上次我记得 当JCL打先隔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先搬掉了马可波罗 然后搬掉了尹姬 然后这场比赛打了 不是这个阶段 疼 哪儿疼 哪儿都疼 肖静腾 反正JCL搬到了哪儿 这有点自搬的意思 感觉也是把自己 双方其实都觉得自己比较像 你看从经济 什么乱七八 KDA 对比中单对比全都像 这样子其实球本 就是大家上单 势均力敌 我都放纯了 把哪儿招搬了 自己轮流达 没错 威方这边看会不会 其实威方 对诸葛亮的一个把握比较重要 因为这样吧 JCL 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 把诸葛亮的把握 我觉得手抢的话 也是比较可能吧 威方这边最后一楼 搬掉貂蝉 当然貂蝉也蛮厉害 对 那JCL这边怎么选择 到底是保一手自己的上单位 杨姐 杨姐 还是说拿中单诸葛亮 还是说再来 不会一手抢的 还是杨姐 感觉这一手如果说 也是那样 鬼迷这边一旦 马可波罗没有的话 他会转出位置 不过当然他在 鬼迷的英雄是当中 弓门武藏也是不错的一个人 威方应该不会敢在前两楼抢 一个后翼就能够出来 我觉得杨姐 应该会拿住不了 拿一个上单英雄 这个上单直接压制 加一个住的量 蛮稳的 蛮稳的 因为他比较担心上单 再给对面一个花木蓝 是 拿一个杨姐的话 首先几方这个射手位不敢出了 出来哪个都扛不住 对 这样上单位置压制不住 我们看JCL第三 二三楼就要初见端倪 达摩应该会出来 但是达摩或者前面你说的后翼 我觉得 会不会也被JCL 有可能 真的很有可能 因为目前来说的不是很快 我觉得六层几率出达摩 先把FLAG立在这儿 然后准不准再出 好吗 我会不会也考虑让你来个辅助 再来个射手 牛魔 牛魔加后翼 或者牛魔加达摩 牛魔加达摩也可以双魔 对 这两个 这两魔合在一起还蛮强的 鬼天灭地 毕竟威放这边也比较擅长牛魔加达摩 果然 达摩出来 老王重现江湖 但是 这个少见 他们这一下 这局如果拿到李白的话 出射手的几率就不多 JCL李白一共拿过两场 瘦率百分之百 我们看看这局 JCL 对方那个打野英雄 没什么太好的选择 徐宥金 徐宥金 公门武藏 尖短 其实公门武藏的几率应该会比较大 跟他们这种 涛操在前期容易被对面给打出节奏 就双方这种对比 因为涛操的一个主动进攻性 说实话不是很高 是 看看这局 威放怎么选择自己的一个打野位 或者是尚担我 说不定荒木兰转去打野人是迷路 我觉得这手很可能JCL在补一个后翼球 然后达摩当辅助打 拿进攻 没毛病 但如果他们再拿一个胜手的话 中单就不太敢出 这种玩意要抢 拿对后翼不等 但是现在看一下JCL这个阵容 后翼不太好打 说实话 生存率 贪忧 看达摩 我爸其实一般来说这个阵容 杨简跟赵李白好说 看达摩能不能切到一手比较凶残 但是老王的达摩还值得期待呢 是的 看JCL的后面两手 出不出射手 出射手的话会选择谁 装周 不可能拿了 如果要装周的话就不要射手 但他们只有射手拿的话只剩双上枪了 储斑的话不太敢 双上枪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射手应该不会的 因为他们三个人经济分不过来 先别急我们就不知何武会拿 达摩直接就走辅助不要钱了 是 对 达摩直接打辅助位 高剑李架孙上枪 果然 就没有拿不知何武 拿那个高剑李给你往里打 我感觉JCL这局有点经济不够 其实还好 真的把达摩当张飞看 这经济就够了 谁能这么看 达摩当张飞看 老王这边是比较擅长于打一个辅助位 因为他可以带闪现嘛 对 但是现在这局会出现到孙上枪的红 给谁 如果给李白 这场的话孙上枪应该 比如说的前期的第一个红盆那是给李白 之后的一个野怪经济 很有可能就少吃一点多让一点给李白 那孙上枪就很难发育了 我们看一下微放 这边在经过改版之后的 娜可露露重现江湖 其实可以打 就是娜可露这个版本怎么说呢 输出装稍微多出一点 如果出肉的话可能没有之前那么高的爆发 没错 那么双方的一个阵容是选择完毕 JCL这边是达摩 高剑黎 孙上香 杨剑还有李白 微放 花木兰 诸葛亮 后翼牛魔 娜可露露 我还是觉得JCL这边这个经济分不过来有点奔 他们一旦前期打不出节奏 中期怎么办 他们前期可以说适当的去让李白打一些线上的一个优势 因为毕竟李白现在还是前期控制比较足 但是一旦拿不到人头 JCL这个阵容到中期只能稳着打 其实很好 因为老王一定是一个十有八九 线上丢给孙上香子女孩 我跟着李白学友走 90%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根本就不好组 直接去玩 但是微放的话 4级之前的一个队长给你搬 没错 他们要打的话到4级之后后翼配娜可露 这个组合就厉害了 同样的话还有牛魔的一个 这局要看Legendary 对于就是Evador 后翼大招路径的一个逼迫 是否能把对方逼上绝路 但我觉得就难得是 Legendary这边真保后翼 不太好保 但其实也 说实话这场 真的要切死后翼 也要看一下荡浪的一个打法 是 但Wanna这边老王 首先打摸不那么容易摸到后翼 李白的话 如果队友站的密集杀 也不是特别高 没错 还相对比较好摸 但是单秒后翼很强 人家比赛 荡浪需要一部分的输出到这个点 这局其实对于JC来讲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旦经济不到位 就容易有点小摸 JC的想法是前期打出节奏之后 高建立直接压团战 压崩一两拨团战 我就不干别的了 直接强行拆 速推 当然这都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思考上 但是更多的是 也要看威方这边 没错 一个前期运队吧 但是我们摆在纸面上 究竟怎么发展 这东西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双方教练那个握手 没错 都比较真的比较小 这两个鞋都好白 一红一蓝 节奏很小 两个鞋都长得像双胞胎 有这种感觉 对 威方这样比上面 刚才说了 4级之后 4级之后非常关键 但娜和鲁鲁这次的改动 其实很有意思 他从一个固定的一个AD加成 变成额外AD 额外AD就等于去抛开 你自身明文属性 还有你三维属性当中的一个物理伤害 只算你物理输出装备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威方这支队伍 是的 但是说实话 Evodore上次用后翼那个箭子主球 确认是参与 对 好 那也是JC对阵威方BO3的第一局 蓝色方JC也红色方式威方 我是今天的节奏狂人 我是接收 V9 双方在召唤师技能上面的话 JC这边孙上香带了一手进化 但是我看这节奏稍微有点凶 这进化是必带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Shadow这边 完全没有感觉到草丛里蹲了两个人 Shadow似乎嗅到了一个 然后被打到了 直接半血之后秒不要 如果说李白在的话还有可能不高 没错 双方一个护换蓝 这时候有点凶 就是双方换Buff的时候 我先不急着打Buff 我先进草丛里 可惜有多余生 这样的话 这诸葛亮有点烦 诸葛亮现在这个半血 对上高剑里 你本来决限就 其实稳着发育的话也还好 除非你来中午再抓他一个 然后不来抓这第二波的话 那其实成员 我也是 李白这个点用来 这样的话老王帮助自己的一个李白 打着这个边缘远迅速回线 永远飘泊 这不也去全赛 好像增到一点点经验 这里面应该是有三点 走掉 不重要了 肯定是能抢到四 双方打野应该都能够先到四 这边的话Langery也是一样的 方体是打野 现在的辅助就是这样的 真的要长着一个爸爸的身材 有妈妈的心 哇这真的就是 纳克路伤害够高 刚才红Buff往回走了 你看到吗 看到了 如果伤害低一点要重新打一遍的 是 纳克路众其实在这次的一个 技能属性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伤 没错 只要他的一个黑鹰战机形态 这一屁股坐下去还是有伤害的话 我觉得就没问题 主要看是拿脸着地还是拿地 脸着地就不太好办 是 我们看一下 主播应该走不了 四季的李白 李白来了 配合到自己的队友孙上香 还有孙上香拿到了这枚一血 我的天哪 今天讲道理 你应该把这个人头让一让 这个也不由得他让不让 现在看双方的一个一血 本在季 JC的一血概率是59% 就是他有一半的以上的几率 拿到这个一血 是的 其实双方各50% 一般来说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一间 但是一血胜率的话70% 非常可怕 就是一旦你拿到这样一个一血的优势之后 它会不断扩大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一血胜率 理解成不大 就是前期拿到优势之后的一个胜率 我觉得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对 一路能无限地稳住自己的经济 这个野军兵线 我觉得这是对于JC来讲的关键的事情 老王一个防守性的一个二技能 我去闪现放的一个冰 不管怎么样 我躲你通技能再说 放我这边 双方都是护脚闪现 是 但是BOW真的很凶 一点输出的机会都不放过 我多懂一件事一件 不浪费自己任何一个技能 对 绝不浪费 这样的话 暴君收掉 JC果然在前期建立了巨大的一个优势 2分45秒 1千的经济 是 这个雪球如果以现在开始滚的话就可怕 是 看到双方的一个暴君控制队 对 4 2 3 一方其实差不了多少 对 但是这边当中每1%的一个差距就是先让这边 但你能感觉到一点 来 我们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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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远 从山的那边 但是时间不太够 从山的那边 射到山的这边 我们看这边高剑离直接开大 荡浪的位置还不错 过来达摩的位置 伤害非常高 几致也没有走掉 好远接那边也走不了这个位置 Degendary又要被带走 一波三杀吗 应该是最后一下被荡浪伤掉了 3 三杀 那这个杨简就拦不住了 起飞了 对 如果说这个人偷给他荡浪的高剑离 又不应该 对也蛮杀 哇 现在3分30秒 4比0的开局 威放降一个 降的一个开局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有点被动 怎么台湾口音都出来 降的开局 此过一次 就没有多余生命可浪费 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一点 一个55%暴君控制率 就排到了第三 这个控制率真的高到什么程度 其实也没有 一半高一点 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战队 对于一个局势 把空能力做的动作 是的 我们再来看后裔这一剑 没中 还好 太一剑了 最后这下 蓝没抢到 没抢到 我这局为什么说威放这个开局 有点 难受 是因为 Crim的这个花木兰 是 这个点一旦没有很好的一个经济伤 经济的一个 补足 他的一个 肉装不能成型 他站不住 Crim就是七罪 这边他的一个 这个 情况现在是特别特别参与的 目前来说一个巴姆兰 这个方队现在现场有点 根本打不过杨简 主要这个杨简前期拿了三杀 是 这样的话他很难受 这边想强行秒二级能躲了 这就有点难受 再一躲一下 Legendary 再躲 又躲 这个闪大也没有开 也没有命中 但是 后裔的箭 完结不保 太近了呀 没办法 但是下路杨简救的兵线 直取你阿尔塔 但是 我这一下 这几次微操 有点完美 将威放这边的大招全 被骗了出来 是 后裔这个太近 真的躲不掉 但是下路这个阿尔塔 是真的没法手 还是赚 太赚了 JC还是大赚 因为上路 人家一塔都没拔掉 没错 三座外塔全在 而威放这边是丢掉了下路两座塔 这个简直是毁灭性开局 没错 老王的位置其实站得很好 一旦对方诸葛亮有一个走位失误 就一拳上去 没错 这个拳王皮肤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福利 当时出的时候 一块钱 就可以埋到一个皮股 还有特效 没拳头是火 有种感觉 是 只卖一块 不要998 自己这个拳头都有点威风了 拳拳生威 没错 到现在的话我们看经济差 2200 哇 2200 但是下路的是 阿尚太崩溃了 没错 这个塔崩溃这样 基本上因为下路就延续了 没什么太大办法 当浪的一个痛苦面具 群形 而抱着跟李白一个装备 也是非常的舒服 三二箱无尽占任了 这样的一个装备 对爆发起来就有点痛 现在威风真的是完全对暴君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错 也不敢有想法 杨简这边六分钟 暗以战斧 这个刺激 毕竟三个人都在手 天下我远 没错 任他走 而且我们知道逆风的一个 褲可浪费 超大 是的 没有问题 这屁股抓下来之后自己可能要交 打魔镜一下反打配合到杨简 但是这波似乎有点机会的样子 这波 一打三被拉扯开阵型 一炮狙掉 是的 顺上枪赶来支援 但是不太要打 一旦翻滚出一次暴击就要打 而且李白的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还有杨简 我感觉可以再往前找个机会 他中塔怎么办 但是看他老王的一拳真的很怕 他被对面拎了之后低盘也不是跑 一拳就轰回来 轰你在墙上 没错 队友收拾你 野居入侵 这波打的整体不错 但是 经济的那天 导致了 整体打不过 这个大家会说2000块钱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平台到一个人是要500块 400块 但其实不能这么看 前期的一个经济差 为什么比后期的经济差厉害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前期比如说 马可波罗这个英雄 对吧狂人 你玩那么多 你可能差一个 这边还挺为止 交了进化 但是这边可能还得死 里面达摩 一打三 不知道有没有大招能穿墙吗 一个闪现 加一技能 毫无果断 你继续说 就比如说马可波罗 他最后的一个末世的合成费 可能你差200块钱合不出来 但你这波团战就差很多 是 在前期你可能差2000块 可能每个人都比你少一个大价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就一个小水晶可以帮助你免死 免死水晶 对 真的就是我每个人比你多200块 正好这波团战 我每个人比你多一个大价 这波团你怎么都打不过我 是 所以前期的2000块经济差 比后期的一个什么 5000块的经济差 对 同样的话这局我们可以看到 JC这边的一个十几点 包括他们的一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 不管我说正面 能团能不能赢 这蓝牌还被老王强掉了 这样 威方其实他们的一个机会 一边连防守做的会比较艰难 几时又想多绕后 但是无奈于这边孙上枪 翻滚一枪暴击太痛了 老王卡了一个极限角度想打到墙下 但是差一点 是的 再一个一技能 高剑离这边想要收场 那伤害太高了 瞬间把杀户打成了私水 是 将来又一个撤退 二塔还好 血量不是那么健康 是 不过这局孙上枪在第三件道具出到了无尽战刃之后 又有一点回到了那个版本的孙上枢 刚才那部团战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去说实话 其实这边人比比较高 如果 就是怎么说呢 刚才稍微老王的角度在好多没几点一点 一圈打到墙上直接就死了 是 非常精致的一圈 我也是啊 在几时在这种切后排 一旦面临到达摩的一个什么队友之间的一个间隙之中 很危险就难了 因为达摩的大招其实是一个圈 他不是面前 没错 他只要在深周360度有一个小范围 我都能轰得到你 我这伤害太高了吧 在狗咬到 伤害太可怕 顺势可以再搞敲暴军 直接单杀了几次 孙上枪这个道具出装真的是让我有点 感觉最近几个星期几轮的比赛 所有的预选在上海的战队 我们的星际战队全部集中方法 是的 我看一下孙上枪配合到这个炮车摩打速度太快了 没错 继续 其实孙上枪出到暴击流 其实真的是好早以前的版本打法 是的 他的一个红 其实最多是在红色明文这边上会有一些调整 那个时候还不是宗师之理 对 三圣 而且现在这个孙上枪我有理由相信 他是带着五无双五红月 这样的话又有攻速又有暴击的一个效果 又有暴击伤害 这是孙上枪目前这种无尽战队出装的一个输出之路 全上枪 基本上 CRIME 没有什么太大的 哎呦 一个狗还咬到 这是恶梦 下落 高剑离 配合到应该是 WOW的李白 已经杀掉了 没错 这样的话再打高剑离 大招又要好了 没错 再跑 我们看一下绿铁 你飞出来 想翻秒 漂亮 这一下没有救到地的队友 大招 非常nice和极限 这波几时的反蹲非常亮 是 思路很到尾 瞬间起来原地等你 没错 Legendale一波反凶飞到一波动向清线 对上想赶来支援 就是小兵 我感觉推这个塔 还是有点 等等牛魔的血量有点惨 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了 再一个翻滚 高地要没了 还有兵啊 再一枪 哎 再一枪 好 10分29秒高地塔高破 维放这局 他在于 塔的一个情况 真的是被压到了一种极致啊 这局真的 JC用这样一个阵容 打出的一个节奏 真的太可怕了 但是我们看这两支队伍的每分钟输出 维放是第一 JC是第二 这个说明这两人战队 基本上本赛打到现在 记不出每分钟都在打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两支战队从这个 中单的面板属性 从他们双方的数据对比 几乎一毛一样 哎 一毛钱都是一样的 是 没什么区别 真的啊 这六十几的 这个输出比 差距 不过有的也是 黑暗暴君 我们在比赛之前 其实我们讲到斑屁的时候 我跟狂人有聊到一个事情 就我们感觉 JC这个阵容啊 一旦前期拿着大优势 微放这边翻盘的压力太大 因为首先我们之前讲到高剑离一旦大顺风 金英雄没法翻盘 是 加上一个酸让箱用来速推 其实看得出来 JC这场对自己非常非常的自信 是的 就是要前期打优势然后速推 我真的剧本都写好 压出这种优势之后啊真的太可怕 JC这边得理不饶人 同样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杨姐已经502 没错 胶水 黏着打 我们看下路又是要救的冰线 还好花木兰 中间一技能伤害不错 只要这场虽然说是 JC这边把剧本写好 但是我们的这个剧片 就是两个斗不能照着这剧本去走 没错 当这剧本走的话就真的搬不回来了 我们看看上路再救的冰线 花木兰这边又要赶出来 不然的话 冰线很难 哇老牛 这一波没有把敲死 一个牛魔的大招根本敲不掉冰啊 够啊 再一个大招留住牛魔 这边保不来了 一个大 带别人到自己的队友秒杀一人 直接在水泉里把后翼打死了 对 这样的话下队也没有办法呀 顶飞系倒了四个 再一个大又收了 中路兵线超级兵赶来 能换5 同喜JC1比0 是的 没场爽快的一个开局啊 真的是JC拿到这种阵容 就给你打前期 不过我觉得威放应该要 拿出一些 气势硬着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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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